释迦牟尼一生 释迦牟尼一生 我们总结他的法 可以归成三大类 第一类就是教 你们活着成佛的 就是活着成菩萨 活着成阿罗汉的 这个要有大信心 什么叫大信心 师父跟着走 你得跟着走 师父去阿尔比斯山 你得跟着去 师父去金马伦 你得跟着去 师父去了黄庭 沟登谷 你得跟着去 你看这些人 是跟着释迦牟尼 释迦牟尼走到哪 他跟到哪的 你看那个金刚经 所有大经的续分品里面 释迦牟尼在哪讲经的时候 两千大菩萨具 什么什么大菩萨为上手 五千大阿罗汉具 两万人众具 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释迦牟尼活着 为什么那么多人成就 就是老婆不要了 孩子不要了 家庭不要了 师父走到哪 跟到哪 他不是全出家的 因为出家的是修成阿罗汉 不出家的才修菩萨 所以光有名的大菩萨 两千众 都是活着成菩萨的 没有名的 数不清的 阿罗汉有名的五百 没有名的数不清的 光一个法华经 退席的五千大阿罗汉 活着的人 同学们 他是活着的五千人 不听释迦牟尼讲经的 因为他要讲到 无上乘 说阿罗汉是佛门外道 那些人不听 气得跑了 真心还没了 气得跑了 不听了 光退席的阿罗汉 五千众 你去看看经典 所以人一辈子 什么事情最重要 有的人埋怨说 师父你怎么那么多法会 我这一次要做 一次又要做 一次又要做 同学们 你们这一辈子来干啥的 你这辈子赚钱干啥的 你这辈子做事是为了干啥的 你挣钱是为了几道资 做事是为了了善恶缘 生生世世的善缘要了 恶缘要了 只有通过事的纠缠 通过事人家骂你 通过事人家说你好 通过做事情来了善恶缘的 那么通过你的血和汉 流血流汉赚的钱 是来修道的资本 对觉醒的人就这一件事 除了进行灵魂身的解脱之外 没有第二件事情可做 为什么 为什么释迦牟尼在世的时候 那些人可以放下手中的生意 放下手中的所有的事情 亲人可以跟着释迦牟尼 到处走呢 就是看透 真正看透了这件事 真正信了这件事 可是个信很重要 那么你真信了 这辈子就这一件事情了 解脱 处理不在地球上 你不在地球上 你把钱留在地球上干什么 你不在地球上 你把房子留在地球上干什么 你都不要回来了 你还把它留在这干什么 所以趁自己活着 哗啦 而不是你们的哗啦 你们的哗啦 是哗啦 那个哗啦是 把它 用掉 叫哗啦 哗啦干什么 哗啦去做功德 不留到众生 就苦难众生 失衣 失药 帮助那些没有钱过日子的人 自己的钱就广大圆满了 帮着那些苦难的人 需要金钱去帮助他们 你的钱就广大圆满了 就都到天上去了 结果你们好 存钱 放银行 死了 给儿女 造成纷争的理由 为了分父母的遗产 兄弟姐妹 打得不可开交 钱多了吧 你说还有意思 打一打 那钱少也打 我听说最近大官司 挣两万块钱遗产 四个人挣两万块钱遗产 也跑法庭打官司去了 那律师费够不够啊 你们千万记住 活着 把儿女培养大 培养成人才 他可以独立的 像个瓜样子 有个长心疼 不死 借着那个长腾亭 好好地长他那个瓜 跟你一样 这个瓜将来要去极乐 将来要成圣 瓜树嫡落 那么这也是我们人生 最重要的事情 你要升起这个信仙 欢迎点赞 留言 分享 弘扬阵法 广结善缘 功德无量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